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繼續我們的SkibbD塔房啊 各位,我們又回來了 我們這款遊戲呢,又又又又更新了 啊,非常的勤勞啊 我以為呢,這次的更新哦,他會把這個迷因寶箱給拔掉 結果呢,居然還在 啊,然後,這嘎德里已經來到6200隻了 哦,就是數量開始已經有點過多了 我覺得下一周可能就會把它處理掉了吧 上面有時間 哈哈哈哈,我還在想說他什麼時候會拔掉啊 時間都已經注定了啊,都已經說好了 5天9小時,他就會消失了 哦,那這次更新呢,又多了新的4隻單位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 啊,這個是 泰坦女時鐘人 啊,我應該要怎麼稱呼他比較好 還是要叫他泰坦時鐘女 啊,不知道啦,反正呢,就是呢,泰坦時鐘的女版就對了 啊,看起來非常的帥氣哦 我不知道這個 多元宇宙有沒有出現了 因為我現在都沒在看多元宇宙了 哎,然後就是在這個 綠色的寶箱裡面哦 哎,這個綠色寶箱呢,終於再也不是復刻版本了 啊,而是我們的新單位哦 啊,給各位看一下,是哪4隻新的單位哈 那我是覺得啦,就是他越改越 偏離原本的那個廁所的那個 主題哈 不過也沒有關係啊,就像我上次所說的嘛 哎,就是 有多新花樣,總比沒有好是吧 對啊,你看像是這個,這個馬桶人,叫做馬桶人 就是非常的直觀簡單明瞭 啊,馬桶人 啊,他連,他連那個 特別的名字都沒有啊 你也可以叫做說什麼,穿綠色襯衫的 啊,穿綠色西裝的馬桶人啊 你也可以叫做 啊,什麼什麼馬桶人 可是他就是叫做馬桶人 然後呢,什麼能力也沒有顯示 啊,他的傷害呢,2秒打2萬 啊,我覺得是還蠻爛的 不過待會還是會把它放出來測試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隻 啊,這一隻叫做 充滿活力的電視人 哈哈哈哈 Energy TV Man 啊,這一隻呢 我,我自己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個人是覺得呢 啊,把它放在前期還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單位哦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上面是寫說 啊,10秒內所有攻擊會放電 從一個敵人到另一個敵人 啊,這個呢 應該是他的技能 啊,就是他技能發出來的之後呢 他會放電 然後呢,就是在他的武器上面會有閃電啊 每當攻擊一個敵人好像會擴散 啊,應該是會擴散啊 然後呢,他的這個技能呢 是必須要練到10等 才可以使用的 啊,蠻麻煩的 這隻也是啦 這隻他也是要練到10等才可以使用 啊,當然這隻葛德里不用說嘛 也是要練到10等 只是我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呢 上一批吧 還是上上一批啊 的單位啊 好像都不用練等級的樣子吧 好像是迷因單位都不用練等 除了葛德里之外 其他的等級都不用練就可以直接放了 為什麼現在到這邊他們又開始要練等級了 我實在不是很理解就是了 就很奇怪 啊,這個是 升揚器 直升機 啊,升揚器 飛機 啊,反正就是 很淺顯易懂 沒有什麼特別的名字 啊,然後呢,他的能力我看一下 可以投射核武啦 對地圖 進行核彈攻擊 對所有 對所有 敵人造成 大量傷害 啊,這個也蠻帥的 待會也是展示給各位看 啊,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泰坦 石中女 啊,我直接叫泰坦石中女好了啦 來看一下哈 這個泰坦石中女呢 他的能力喔 就是呢 發條 發條 飆風 這個名字那麼奇怪啊 向外釋放一大群石中手禮劍 砍掉任何不幸進入射程的敵人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一個手禮劍的一個大絕就對了 好啦,這四隻都看過了嘛 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來實驗 馬上就來實測給各位看 然後各位應該也不難發現吧 這邊有一個quick play有沒有 這個就是快速遊戲啦 就是讓你省時間用的啦 讓你不用從這邊走到那邊 只要五步這樣子 他不想要讓你走這麼遠啦 所以呢 直接用一個quick play 在中間給你們這樣子 好不好 那這四個新的單位呢 這個嘎德里是零九大哥 去換來的 然後借我使用 然後我把他練到十等 到時候還他呢 他就可以馬上放技能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個非常感謝我們的零九哥 借我這一隻 剩下的三隻呢 都是我自己抽到的 因為抽不到才去問他有沒有跟他借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放前面這三隻好了 後面再加嘎德里好了 好啦各位 我們先來放一下這個馬桶人吧 這個馬桶人他有AOE傷害喔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拿他的頭做攻擊吧 欸對沒錯 哈哈哈哈 攻擊速度超慢的 然後把他頭拔下來往前丟 欸然後他的頭會無限生成這樣子有點猛啊 然後呢你花七百五他的傷害就來到五千啊 欸一秒打一千五 天啊 一秒打一千五打有點久啊 說實在的 啊這個要來新爆一下 來感覺有點尻不贏了要來新爆一下 對 處理掉 哇有點處理不掉的感覺 我們現在剩這個一千五 啊 一秒三千六 啊有了處理掉了 來再花個四千五 啊他一他是兩秒兩秒兩萬嗎 是不是 四秒兩萬嗎 我忘記了再花個七千塊 啊對啦兩秒兩秒兩萬歲一秒一萬嘛 是不是 欸他其實 算蠻強的呢 他快到他的頭都還沒來得來得及伸出來 然後一直黏在手上這樣子一直丟 哈哈 完蛋了是不是來不及了 確實 怕餒 要爆了嗎 好啦這個可以下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爆氣流斬 這一隻充滿能量的TP面非常的強啊 來放一下技能 有沒有看到 閃電之力捏 啊閃電之力捏 有沒有很帥 他的武器有閃電 不過他的那個 彼手攻擊的那個聲音聽起來好像在切菜 有點怪就對了 花個一千塊升上去 再花個三千五升上去 啊能力好像都沒變 只是越砍越快而已啊 再花五千 啊再花五千 因為我快跟不上了 所以我要趕快 再花七千五 啊這個最頂了啦 這個傷害來到了一萬五一秒啊 那當然你可以放很多隻啊 你放很多隻的話呢 他砍很快 那個看起來就會很爽哦 欸這個老頭那時候私下在玩 我這邊放一整排 那就看他一直不斷的切菜 那個切菜聲很多 很多切菜的聲音啊 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個聲音實在是有點辣差 發電咯 有沒有很帥 插插插插插 還蠻好用的 我自己覺得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無情轟炸機 啊這個我覺得也算蠻特別的啦 他會在空中旋轉 然後拋下他的導彈做攻擊這樣 有沒有會蹦這樣子 啊會有那個音效還不賴有沒有 然後呢按下這個技能會核彈 啊可惜我們現在核彈 沒辦法炸馬桶了 沒關係展示就好了 啊沒看到核彈對不對 因為他剛好飛過去了 來我們先升級 花個兩千三百五升上去 啊秒上一千 秒上三千五 再花五六五零 然後再花八一五零 齁 然後再一七五零零 啊 哇射的好快啊 哇 是不是 我想要把這個 給清掉了 我們就靠這個就好啦 對不對 哇 是不是 啊沒有錢了 核彈 有沒有看到他剛丟了一個核彈 啊造成巨大的傷害這樣子 蹦 旁邊有一些消失了這樣 哇 怎麼感覺現在來不及啊 我要輸了 沒關係我都展示完了 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啊這個還是必須要搭配 強一點的單位啦 啊這樣子是會輸的 啊注定要輸了啦 哈哈哈哈 來吧他只要兩千塊就好了 把他放在這個地方 啊然後他的攻擊呢 就是丟手裡劍啊 但是呢 他的這個判定其實是很微妙的 因為呢他看起來像是直線攻擊有沒有 就是站在這種直線的區域啊 啊可以射到很多單位這樣子 可是呢我現在又只能放旁邊 啊又只能放旁邊 所以呢就真的還蠻微妙 除非我把他放這裡吧 除非我把他放這裡 啊那個整體傷害可能才會比較好一點啊 啊那我們先升一下好了 我們前塔 現在非常需要點錢 啊我們現在這個太坦石中女呢 啊傷害兩千還算不錯啊 放個手裡劍好了 啊這就是他的技能 非常的帥有沒有看見 很可惜沒啥音效 啊但是只要路過的馬桶人 你看都直接受傷了有沒有 啊挺帥氣的就是了 然後CD時間 剛剛看好像是 100秒是不是 感覺好像是120秒的樣子啊 來前塔剩一下 來最後最後了 我們接下來就馬上來投資 我們的太坦石中女 有了 3000塊升上去 秒傷4500 啊我真的覺得 他這個時鐘人做的還蠻好看的 欸然後頭帶那個 有點類似像希臘神話的那種 角鬥式頭盔有沒有 欸我是覺得這造型挺帥氣的 啊不像那個時鐘人看起來 啊很很很快這樣子 啊他是有腰身的哦 你們仔細看其實他是有腰身的 然後呢前面看起來是有點胸部這樣子 所以呢我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他其實這隻做的算不錯了 啊然後就只會一直丟手裡先這樣 花8000塊升上去 啊剩下啊秒傷1萬5 再花個1萬2 這最頂了秒傷3萬 啊然後這個是沒有附魔的狀態啦 有附魔的話可能 4萬5左右吧 我猜啦可能會到4萬5吧 那以嘎德里來說其實算還行啊 啊就是中規中矩的傷害 然後技能也算蠻華麗也算不錯 啊那狙擊的話呢就乘以2嘛 就是90的範圍 那應該會到這裡 啊會很遠很遠這樣子 那這隻我覺得應該也是建議附魔狙擊啦 反正呢 啊遠一點啊你可以提早出手都算是不錯的單位 我是這麼覺得 啊可以放個技能 轉轉轉轉轉轉轉 而且這隻只能放一隻 哈哈哈哈 這隻只能放一隻 啊我是不知道現在其他的嘎德里是可以放幾隻啊 但是我覺得這一隻只能放一隻的話 啊就有點不太好啦 哎我是這麼覺得 至少放個兩隻或三隻吧 感覺會比較好一點啊 畢竟他也沒多強 然後你就只能限定放一隻 啊他也沒什麼很作弊的技能 對不對也沒有什麼很作弊的能力 啊你就只能規定他放一隻那就很奇怪了 對啊 如果你說他會像那個什麼 他會像那個什麼瘟疫醫生會召喚那些單位出來 那你放很多只他就可以連續召喚很多單位對不對 啊那可能就算了那就另當別論 但是這個 啊真的沒有必要把它限制成一隻啊是不是 啊像是這個惡魔泰坦呢是商店角色嗎 他就可以放四隻啊是真的很op啊 啊比那個其他嘎德里都還要強啊 人家那嘎德里就只是掛頭鞋而已 我們這個惡魔泰坦 啊這個是怎麼講 死打死的強悍啊是不是 好啦各位那麼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不知道各位覺得這四隻單位呢 哪一隻比較強呢啊 一樣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然後呢老頭現在身上有2500多顆綠寶石哦 我打算要來個9抽啊來個9抽啊 我們先來迷信一下 喝個藥水先被啊幸運藥水喝下去 9抽抽起來 來9抽抽起來 抽 有沒有哎怎麼全部都是這個啊 哎有一有一隻一隻神話 哇 哇賽這個太太無情了吧 我又多了一組這樣子是嗎 無情啊怎麼可以這麼的無情 這0.41是有這麼難就是了是不是 啊算了不管了 好啦反正呢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 那一樣啊結束之前我們來抽個獎好了 來抽什麼呢來抽這個新單位好了 我們抽轟炸機好不好 轟炸機他是神話 那應該是會比這個充滿充滿能量的TV面還強 我是這麼覺得 我們抽這個轟炸機好了 那要怎麼抽呢非常簡單哦 只要在影片下方呢按下喜歡啊 喜歡達到500以上 並且按下訂閱加小鈴鐺 以及在影片下方留言輸入你的遊戲ID 以及想要對老頭說的話 不要複製貼上這樣子呢 就有參加資格了 知道嗎各位 好啦今天先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Skipity塔房再見了 下集再見 拜拜